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如果解约的话 那一位就什么呢 有网友扑料他离婚了 提起张亮颖 就不得不提议一下当年的超女了 当年的超女虽然已经举行过两届了 不过那一届的超女似乎更加的火爆 比如李宇春还有和谐 他们现在都活跃在娱乐圈里面 当然了 还有张亮颖了 并且在随风方面 张更有实力 自从张进入到超女前三之后 接着好像就开始被冯科捧了 其实小编对这个人并不是太了解 只知道他是搞传媒的 而且他先前是有老婆的 张的成功 说实话真的离不开冯的帮助 可以这样讲 张是由冯一手打造出来的 最早的时候 其实早已经有人看出了端倪 趁张亮颖又渐入冯婚姻的迹象 不过 当时很快便被张否认了 可是事情出现了一波三折的趋势 比如冯后来和自己的老婆离婚了 而且 陈生先帝投入了对张的栽培当中 在后来的时候 张是冯女朋友便变成事实了 可是 当时或许只有内部人才知道 当年最轰动娱乐圈的便是婚礼上面的主动求婚了 众所周知 求婚一般都是男的比较主动 女的主动的 娱乐圈里面真的没有几个 张亮颖可以算是开了先河 在那场演唱会上面 办了唱得好好的张亮颖 突然在唱歌的时候停下来了 他亲自公布了自己的恋情 然后喊那个男人上台 当时全场都惊呆了 估计连冯科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 当时的张站在台上足足有一分钟 冯才上台 没有办法 冯如果不上台的话 真的不好交代 而上台后冯也是轻轻的拍打着张的肩膀 一个轻轻的拥抱 然后别的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下面回答张的求婚暗示 而演唱会结束之后 网络上面都炸开了 都说张亮颖丢大发了 同时 张亮颖的粉丝对冯在台上的表现相当的不满意 因为熟悉张的粉丝都知道 他为了这段感情整整隐忍了十年 现如今 当他主动求婚的时候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不过 很快冯便发微博了 趁自己之所以在台上没有回应 主要就是想主动给张一个正式的求婚 于是 过了几天之后 冯便晒出了求婚的戒指 可是 张亮颖的妈妈不同意了 她开始怀疑冯的人品 并且坚决反对这桩婚姻 当时 网友也劝张要听妈妈的话 可是被爱情创婚头的张 怎么可能会听妈妈的话呢 后来 婚礼就正常的进行了 而且 据知情人透露 张和冯在结婚的时候 其妈妈也没有到场 不是妈妈没有去 而是牙哥妈妈都不知道 现如今 有关于张亮颖离婚的消息 也不是第一次付出了 只不过 这次是将自己删除解冤的图 并陪文要重新出发 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流言 我一定要听妈妈的话